不是 听说你找了一个江西的女朋友啊 那我也才刚知道 后悔实在她怎么就是个 江西人啊 江西人怎么了 你来过江西吗 你了解江西吗 哎呦 我们不了解 一个破旧王你就了解 江西不就财力高吗 兄弟啊 江西是财力高 那上海物价还高呢 北京房价还高呢 深圳压力还高呢 照你这么说 全国34个青春单位就没一个好地方了 江西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地方 伤口就来 你也快把舌头闪了 落霞与孤雾齐飞秋水共长这一色 你知道说的是哪儿吗 说的是江西唐皇阁 诗贤李白那句飞流之下三千尺 一世迎合落九天 说的是江西庐山 白居于那首 人间四月方为尽 山寺桃花史盛开 说的是江西九家 你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在这装什么呀 就是 我江西自古以来 就有雾华天保人节地灵的美日 世界磁都景德镇才子之乡在府州 壮云之乡是吉安 客家摇篮大甘州 此外 华夏一绝武功山 革命圣地井杠山 世界遗尘三清山 道教发源龙谷山 四大名楼唐王阁 最美乡村事务园 我就问你们江西是不是一个好地方 却上 江西他不就山多吗 他除了什么名人没有 不多 有名有姓也就一万多人吧 这么多呀 那可不 天人诗人陶云明 天公开悟宋云星 元曲大师汤贤祖 民族云雄文天祥 国学大师陈衍贺 铁路先驱真天佑 水稻之父袁荣平 就连你看他这本小说作出 古龙也是江西 此外 江西还有324位开悟将士 你不会连革命先辈都不认识了 那江西有多穷你知道吗 GDP排全国的第14 2020年江西GDP只有2.5万円 不多 但江西GDP增速全国第五 中部省畔第二 仅次于湖北 我们穷大师因为我们农业人口多 工业基础薄弱 但江西用不到16分之1的土地 种出全国1分之1的水稻 5分之2的其成 生产出7分之7的毛笔 以及最多的瓷器 嘿咻 你说的有多厉害似的 我看你们江西啊 你没做多大贡献 你可知道江西是建国以来 两个从未间断向国家贡献的 上分之一 50年到80年 30年间江西共卫掉粮制368亿公斤 革命时期 江西约有50万人参加红军 长征路上每三个红军倒下 就有两个江西人 抗战时期 江西人出兵90万人 全国第四 到了现在国家需要基础建设 江西人出钱出人出力 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江西人 都能挺成而出 往生总是有人说 江西是阿哈利是没有存在的 不是我们没有存在的 而是我们低调 江西就像一个老十八角的老大哥 不求富贵 从不喊了 也不抱怨 勤勤恳恳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他一心一意地扮演绿元 默默地支持祖国 繁荣昌盛 好 不管是江西人 上海人 还是北京人 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其实是中国人 我请你们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们 走